我當初創辦理想珠這間社企 其實是看到這個社會有很多家庭主婦 他們很多年家庭主食的經驗 但是社會不認可 對他們想重返職場的時候 其實就相當困難 另一邊廂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無飯家庭 香港人的公司都很長 很多時候都沒辦法可以煮到住家飯 和家人一起吃 於是就想到 不如配對他們兩者的痛點和一些長處 於是就創辦了這間社企 請這班家庭主婦 去為這班無飯家庭準備職主的償盒 和和他們去設計餐單 我們的社會理念是希望促進婦女充權 為他們提供一些方便自主的住家之味 我早前也看到Meta streaming business 的夥伴同行計劃 我都覺得那個理念相當有共鳴 因為都很開心在計劃裡面 和一班女性的創業家一起去上課 和一起去學習 互相去交流 希望令到我們這班 SME的女性創業者 都可以一起走得近遠 很多人都會覺得 出街吃不外負責 可能是多美精 其實都不止 因為外面吃很多時候 有很多獻汁和調味料 很多時候你會 減掉過多個糖 或者蠟 但你自己就不知道 而且出街 餐廳的胃求要快速出餐 確保效率 很多時候火力都會開得很猛 還有很多煎炸 香口的食物 如果攀調的溫度 太高溫會出一些致牙物 相反 其實在家裡 很多調味料可以自己控制 甚至你用什麼食油 你都可以自己控制 煮食的火力也不太猛 就可以健康一點 其實如果是自己煮的話 我自己個人很喜歡吃食物的原味 很多時候我們吃過多的糖 或者蠟 味覺就會比較麻木 相反 你慢慢 放少些調味料 慢慢 其實你透過食物的原味道 其實已經可以非常微微 而且自己煮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多些 譬如蒸呀煮 這些煮食方法 這些煮食方法 都不會吃出一些致牙物 如果真的想快手 焗一些食物 可能香口一點的話 最好就是焗肉糧 那就不要加蔬菜了 因為蔬菜 如果去焗的話 其實都是對身體無益的 我們理想主要的月票餐單 其實每個月都不同 基本上都會參考中西這兩邊的知識 和安排客人去吃一些當造的食材 譬如好像6月2歲1號 剛好它是霞子 我們在那個星期 其實就安排了這款開衛生樽的 菠蘿蕃茄炒蝦仁 裡面的食材其實都可以清熱燒薯 還有如果在營養殼的角度來看 其實蝦仁都有很豐富的維他命和微量元素 蕃茄更加有豐富的茄紅酥 如果下油去加熱 令它釋出茄紅酥的時候 抗氧化能力也是非常之高的 接下來七月其實就是長夏 其實一年裡面是最潮濕的一個季節 在七月月票裡面我們就安排了不少這些 健皮開胃清熱淋水的食物 譬如好像這個松果花合掌瓜炒黑豚肉片 合掌瓜是有齊了健皮開胃這些功效 還有它有很豐富和全面的營養 譬如有維他命B、葉酸、西、多酚 其實可以增強抵抗力之餘 其中西和多酚的抗癌和抗氧化的功效是非常顯著的 夏天的時候我們很容易都會不好胃口 但其實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我們就不適宜在夏天吃那麼多辣 因為辣椒本身的性質都是屬於熱 我們特別安排了這款檸檬酸辣汁青瓜茶蝦仁 這款酸辣汁的辣汁其實是很輕微的 剛剛好就可以令到它有一點開胃之餘 其實都可以令到一些不擅長吃 和注重健康的人士可以吃到這個青瓜和蝦仁 青瓜亦都可以清熱淋水和解毒止學 很適合夏天吃的 最後我們在七月月票裡面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跟一款愛心的靚湯 第一個月的這款靚湯就是折瓜花生微豆排骨湯 這款湯其實有淋水清熱和抑胃健皮的作用 折瓜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形容它非常靜氣 所以我們在天時暑夜很煩悶的時候 喝這個湯就可以舒緩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